乌俄战争自二月开打至今 国际间越来越多志愿者主动投入战争 联合乌军一同抵抗俄罗斯 其中曾于2017至2021年间 年仅35岁曾在挪威担任议员的埃拉 也以军医身份加入国际军团 并且在前线服一数周后 决心为了成为一名神枪手 而自愿接受战斗训练 他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到 俄罗斯不断炮轰医院和学校 但这都会使他们更加努力奋斗 此外埃拉也常在社群软体上 发文更新有关战争的消息 他更曾在一篇贴文中直呼 自由不是免费的 要向国内外所有的退伍军人 表达自己最高的敬意 而埃拉勇敢的行径 也让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哈纳大战 埃拉的精力与动力激励了他们 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格拉什勤科 更发文透露 埃拉在俄罗斯总统普廷 决定发动战争后一周抵达乌克兰 但他此前从来没有到访过 渔民出身的埃拉一生不惧挑战 就连远赴乌克兰投入战争 如此重大且可能一去不复返的决定 他出发前竟然连父母都不知情 家中仅他的姐姐 以及埃拉在美国的几个朋友知道 埃拉曾在一场访问中坦言 没有人对他出现在战争感到惊讶 曾在海上开过渔船的埃拉 存在风险对于他来说已经是相当习以为常的事情 俄罗斯军队入侵港口城市马利波期间 53岁的乌克兰女军医 埃拉用随身摄影机 记录下第一时间的战争惨况 在这份高达256GB 仅一个指甲大小的相机记忆卡中 可以看到在这两周期间 埃拉不分敌我的抢救伤患 伟大情操令人感到动容 然而埃拉将影片交给媒体偷偷带出后 如今她却已经遭到俄军俘虏 目前下落未明 记者翁子俊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